现在看台北市消防局这里 陈信鼓掌 在朋友怂恿之下 到护肤店从事性交易 就警方上门了 这女服务员情急之下 居然非常恶心 当场把保险套也吞了下去 远警破门冲进护肤店的小房间 直接男子光着全身趴在床上 女服务员也下呆站在一旁 靠在墙壁间 突然服务员从手上拿起不明物体 往嘴里塞 嘴巴还不断地在咀嚼 警方一看不对劲 追上下才知道 服务员疑似为了灭证 即当场把保险套吞进肚子里 女服务员企图灭证 而趴在床上的客人更是不敢回头 因为她的身份大有来头 而这名男子是台北市消防局的诚信鼓掌 过去还因为徐守员扯谎 叫这户车出面受访 他因为怕说那边有常有飙车组在那边飙车 他因为在那边值班 他会害怕 所以说他就打电话给19 承信鼓掌时候坦言很后悔 当初是因为朋友看他工作压力大 在对方游说下才会来到基隆这家护肤店 想说只是单纯按摩刮沙 进去后财经觉得没有那么单纯 已婚的他觉得很丢脸 一度哀求警方给他机会放他一马 警方训后还是以设为法裁罚3000元 而台北市消防局则认为 承信鼓掌出现在不正当场所 有损消防局形象 将会开考机会 最终恐怕会给予 结果处分 记者基隆采访报导 广告 是 感谢观看